今天來各大平台紛紛推出以VLOG跟創作為主要賣點的相機 身為成立超過80年的老字號相機品牌Canon 當然也不會缺席啦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上週才正式開賣 以創作跟VLOG為主打賣點的Canon Powershot V10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奇怪 同樣是主打創作跟VLOG 可是一台相機可以從1萬多賣到6萬多 價差非常的大 那麼官方建議售價13,990的Canon V10 不疑是目前市場上最親民的代表之一 有人說影片的重點在於內容不在於器材 拍就對了 說到這邊大家有注意到嗎? 今天的畫面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其實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就是使用Canon的Powershot V10來做整集的拍攝 同時呢 今天也等於V10的四大優點 今天我們就實際用節目的表現 來看看Canon V10是不是適合創作者VLOG 入手一台超值相機吧 節目開始之前 如果覺得我們內容實用的話 別忘了分享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同時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精彩節目 馬上開始 歡迎收看 未來生活的一台 我是資深科技宅 蘭摩 我是科技萬能學會的阿珊 大家有沒有發現聲音聽起來不太一樣了 現在呢 我們就是用Canon的Powershot V10 直接做整集節目的拍攝 阿珊啊 現在很多廠商都推出 VLOG的相機 創作者的相機 可是有些像我們Canon的Powershot V10 它只要13,990 有些可以賣到6、7萬以上 如果你想要畫面漂亮一點 然後旁正都會一直抖來過去 然後跟我們多一點畫 好 當然就是貴也不怕教育 如果大家對於YouTube影像創作有興趣的話 其實多少會聽到別人講說 器材不重要 拍就對了 我覺得今天的Canon的Powershot V10 就是蠻典型的一個例子 如果講到VLOG相機 其實這個詞我覺得很模糊 但是其實有幾個特點 我覺得各個廠商都很有默契的共識 首先呢 就是要降低大家拍攝的門檻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相機 就是有內建很多功能 讓你不用太同的相機 也可以直接點來操作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美肌 濾鏡 然後這些功能不能藏得太裡面 你要用的時候我就在點 那再來就是 要看得到自己 翻轉螢幕 做事都是一條樓 那我就是那條樓 翻轉螢幕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鏡頭要夠廣角 廣角鏡頭你人要拍得夠大 你就會站得很近 或更有生利其境的感覺 你會覺得更親密 那其實綜合這些點 我不得不說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拍攝的 Canon PowerShop V10 都算多了 它的售價也只要14000 不到大家要賣出創作Vlog的第一部 究竟Canon PowerShop V10 是不是才適合相機呢 我這邊整理的四代優點 這一集節目完 大家就會有底啦 好 第一個優點就是Canon PowerShop V10 長得就很好拍 就像這個人 長得就工作很努力一樣 真的嗎 首先呢 它這麼小而且直立的 握起來的握感 真的很讚 就是像拿手機在拍自拍 沒錯 拍攝扭是坐在前面 所以你就握著 你就按 就開始拍了 第二點呢 就是它真的很小 它比手機還要小 目前不管是跟哪一台相機比起來 它體積應該都是有優勢的 而且它復古的造型 我覺得有符合到現在的潮流 Y2K嗎 Y2K那個時代 以前那個時代就是 相機千奇百怪 什麼造型都有 可是偏偏現在Vlog相機 每個人都長得跟相機一樣 其實它不是最適合錄影的握持方式 我覺得Canon V10做出這樣 就有突破框架 真的很好握 握起來好舒服 就外型來看 它是我覺得會有興趣的相機 科技外模型會這樣講 我相信Canon應該覺得 魚有榮焉 聽我這樣吹 我覺得大家不一定買單 但是如果大家有機會 到實體櫃位 大家一定要拿起來拍拍看 外觀第二個特色 就是它有翻轉螢幕 它是可以往上翻的 當你直立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橫過來拿 你拍出來的檔案 它就自然是直的 你不用再後製去把它轉 但是有幾個小缺點 就是它螢幕有點 不是很大 對 它旁邊還有黑框 而且它的螢幕沒有置中 強迫症的話會覺得有點刺眼 我現在才發現 你現在才發現 欸 真的耶 所以它整個是說到畫面 這一篇 好啦 沒關係 瑕不掩瑜 要不是它長得這麼可愛 我一定罵死它 那另外呢 它翻轉螢幕啊 其實背後是有磁鐵的 所以如果你要拍攝的時候 就像你的GO3一樣 倒數吸是不是 對 倒數吸 吸力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吸著讓它拍 好 那最後呢 我覺得也是它最大特色之一 它自己附帶支架 往前搬 往後搬 它支架的角度 其實可以往後傾或往前傾30度 那再來呢 那個腳架啊 其實因為它中間有一個洞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掛在某些地方做拍攝 加上它的廣角鏡頭 其實就幾乎可以不用帶腳架出門 你很難在其它的相機產品上面 找到類似的能力 好 現在我們又回到了內建麥克風啦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 超廣角鏡頭啦 Canel PowerShell V10的鏡頭來到19mm 這個數字也是滿妙的 為什麼這是18 它因為感光元件的關係 其實它是6.6mm 只是換算成全片幅的觀念下 它是19mm的廣角 OK 然後自拍的時候 廣角鏡頭當然非常重要 它要把你的人帶進去交代環境 然後現在其實我有開啟一段的防震 所以大家一邊看一段防震下 稍微有一點裁切的畫面 感受如何 然後Tim在那邊 大家也可以感覺到 我的手臂伸直的程度 跟現在實際拍下來的畫面的感受是如何 我應該沒有伸得太直吧 其實已經快直了 那我拿拿看好了 你拿拿看 這大概就是我覺得最舒適的程度 現在是阿山完全手伸直的視野 然後開一段防震 我覺得無論19 18我覺得都還不錯 不會讓你覺得只剩一顆頭 另外我覺得這上線螢幕啊 剛剛其實有發現說 我講話一直在看上面的頭 我們要看鏡頭的話 就是自己可能要習慣一下 因為我們可能會習慣性要去 檢視自己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它過曝了 因為我們現在背光 然後它為了讓我們的臉是 維持亮的 那我們來旋轉一圈 然後... 喔有有有有 看了慢慢轉回來 OKOK 這個光線還不錯 Vis的第三個有點就是 交給自動就OK啦 不用去動一些有的沒的設定 而且很多時候它也不讓你交 在錄影模式的時候 其實它有四個模式 短片模式 美肌模式 防震模式 手動模式 除了手動錄影模式之外 其實前三個基本上都算是自動模式 就是你不用去動它的快門啊曝光啊 它會自動調整給你一個平衡的畫面 我覺得這就是降低大家創作的門檻 蠻重要的一個環節 可是它是不是美肌就只能開美肌模式 如果像一般模式就不能開美肌 欸沒錯 我覺得這是它的限制 那它總共五段可以做選擇 使用下來的結果呢 我自己覺得開前三檔都還算自然 開到四五就... 欸開始有點 我覺得它的美肌概念是比較像 一白遮三醜的那種概念 我從一段調到第五段的時候 你越來越白 有一種夢幻感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它的美肌 跟它的防震是不能同時開啟的 那防震方面呢有兩段 一個是開 一個是增強 那當然它是數位防震 所以你開得越強 它畫面的才解決越多 哦 那如果我覺得一般的走動 或是手持拍穩定的畫面 就是拍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其實這台相機也可以拍照 哦 但是呢我覺得Canon在同一個思維下 其實也有做出限制 就是它是不能拍RAW檔的 如果大家是喜歡修圖 喜歡後製的人 RAW檔可以給你更多的後製調色空間 可是呢就像我自己是修圖成癮 有時候修了老半天都不發出去 Canon讓你用全自動的方式拍JPG 就是鼓勵你拍完 你不要想太多 你發出去就對了 再來一個交給自動就OK的面向 就是對焦啦 如果你平常都使用手機拍攝的話 你可能不太有感覺 但是一拿到相機就發現 有沒有對焦焦 差很多 真的 那Canon V10呢 它基本上有兩種對焦模式 一個就是人臉辨識和追蹤 另外就是不要開人臉辨識 單純追蹤 其實V10我覺得它人臉辨識的效果 還算不錯 但比較可惜的就是 V10它的對焦是對比式對焦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對焦技術 很仰賴畫面中明暗的差別 來判斷要對到哪邊 這種對焦模式啊 光線的狀態比較不好的情況下 它就失焦了 那現在比較先進的 基本上會採取相位對焦 它讀取的是畫面景深的訊息 去判斷說 你的物體要在哪裡才是有準焦的 但效果其實也更好 雖然Canon我覺得它人臉辨識的技術是不錯的 但在V10搭配上對比式對焦 它的對焦表現不算是第一梯對 但基本上光線好的時候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第四點 就是它有內建360度全指向性的麥克風 剛剛中間有聽一下 就是拍的速度傳聲音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表現得不錯 其實像有些競爭品牌 它就是有做到可以自動判斷指向哪邊 然後甚至可以指定說 你要指定哪邊的指向 那雖然Canon沒有這個功能 但因為它的售價也比較鮮明 我覺得收音的效果也不錯 就是現在的聲音 大家其實可以聽聽看它實際的效果如何 今天其他的片段 其實大家可以看旁邊的標註 有些是使用Rode的Wireless Go 去做收音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不同的聲音表現 其實一開始我剛拿到日式機子的時候 因為官方沒有推出防風的兔毛 所以我在做文章測試的時候 發現它受到風的影響是蠻明顯 可是後來我昨天才發現 原來Small Rig副廠牌有幫它推出兔龍 那兔龍是什麼呢 它像是一個鐵框 它可以把你的相機框住 然後你的相機很容易可以鎖上各種的配件 裝上兔龍後的V10 就可以裝上第三方廠商為它設計的兔毛 當然如果大家不滿意 V10的收音效果的話 它是有麥克風孔的 就像我們一樣我們可以使用Wireless Go 做核外的收音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囉 OK 今天我們其實整集節目 都是用Canada PowerShell V10來做拍攝 主要就是像這樣的相機 它能夠成為一個創作工具嗎 我覺得讓觀眾們自己來決定 大家覺得畫質如何是整集的節目 看起來跟我們一般的級數有沒有差別 那當然我覺得任何工具都可以是好的創作工具 你只要使用的對的話 其實一些YouTube的頻道或是創作者 他們一開始的內容爆紅的時候 他們都不是用很高檔的相機做拍攝 所以內容還是最重要的 讓你有一台可以隨時使用 可以幫助你創作工具 可以隨時捕捉到精彩 重要的耐瞬間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規格看起來不是那麼強的V10 我覺得它還是有存在價值的原因 它也沒有很多的參數讓你去糾結 把你的創意發揮出來 記錄下來上傳就對了 可是整集我們講的V10這麼多好話 當然不免俗的 我們最後還是要來提醒大家一些小缺點啦 首先呢 雖然Canada V10是一吋的搞光元件 但是它的畫質表現 其實我覺得 要是跟同樣是一吋感光元件的其他機種比起來 我覺得並不算特別的優秀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就有點耐人尋味啦 那突然畫質的表現 除了感光元件之外 當然可能影像的處理引擎啊 鏡頭本身的素質啊 這個綜合因素也是很難去說明 但我覺得 因為Canon相機 他們家就都蠻適合拍人像的嘛 欸沒錯 我們自己拍的路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那畫面是我蠻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天氣好啊 光線良好 V10拍出來的確是沒有問題啊 這其實就帶到我的第二個小缺點囉 就是它最大的光圈只有到2.8 光線對比太強 或是比較暗的場景啊 畫質的表現就有一點吃力啦 再加上 其實我們早一點有提到 因為它採用的是對比式對焦 如果在昏暗的場景 它的對焦就會比較吃力啊 那所謂的吃力呢 它也不是對不到 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它才... 啊... 第三個 它不能換電池 它是可以邊拍邊充的 但是呢 我們請Tim來說明一下 會很快就過熱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想說用4K錄完整集節目 現在呢我們是用1080P的60幀 拍攝大概4分之3集 然後呢 它就沒電了 我們只能夠邊充邊拍 那邊充邊拍的時候呢 電池就說 我很熱 剛剛Tim有發現啊 因為我們美肌一直都有開著 其實在美肌的時候 是更容易過熱的 還是我需要算的地方比較多 希望Canon可能可以透過 什麼韌體更新啊 來改善這方面的表現啦 好來到最後 我們還是做一個總結 看看Canon PowerShell V10 適合什麼人 首先呢 如果你覺得一般的相機真的太笨重了 Canon V10的確能夠帶一個 很輕鬆 很好玩的拍攝體驗 很願意帶出門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這個難用言語描述 我自己實際使用它的時候 我真的拿出來 開拍或是紀錄 非常順手 很輕鬆的一個過程 但是如果大家有使用過大的相機 硬要去做紀錄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在工作 V10給我的感覺 真的是在隨手做紀錄的感覺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曾經使用手機 來當作你拍攝的工序的話 那你要錄比較長的東西 容量一下就不夠 那這個時候 Canon V10也是一個手機之外 比較低門檻可以入手的拍攝工具 但是呢 即便是對於這兩個出去呢 我覺得理想很豐滿 但現實有一點骨感 因為老實說就畫質 或是規格來說 V10真的不算是太出色啦 但是這個價位 我們也應該知足了啦 你這很容易買 對啊 以相機來說 的確它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加上它的外型 攜帶性 和方便程度 我覺得V10 就讓有創作慾望的人 可以更低門檻地 開始進行創作這件事情 對 至少先拍嘛 那你回去可以開始嘗試剪輯啊 如何設計你整個節目的步調 如果能夠藉此開始你拍攝 創作的一個習慣 我覺得V10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起點 我覺得它的優勢就是使用者體驗很棒 就至少讓我覺得它是好用的 如果這些東西再改善的話 可能搞不好下一代我就會很心動 對啊 像畫質啊 對焦表現啊 電力啊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代 是一個蠻不錯的嘗試 給它一個鼓勵啦 好 那今天的節目大概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Canon的PowerShopVs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在留言地方考考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也記得一定要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今天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